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喵妹电影 今天喵妹要给大家介绍一场一闹而引发的血案 圣路之死 我们的男主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漂亮贤惠的妻子 乖巧可爱的儿女 在外人看来可谓是家庭幸福 事业有成 然而男主却是想和一个叫马丁的男孩来往 时不时都会请他吃饭 给他一些贵重文凭 还把马丁介绍给家人人生 两人间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 不过这一切随着一顿晚餐改变了 某次马丁邀请男主到家中做客 但是马丁的母亲居然开始勾引男主 生气的男主当即离开了马丁家中 从此男主开始渐渐疏远马丁 不过很快一场厄运降临了 这天男主儿子的下身突然失去了知觉 夫妻二人急忙将儿子送往了医院 然而医生对此也是一桶雾水 此时马丁的话却让男主出了一身冷汗 马丁威胁男主杀死家人中的一员 否则男主一家人最终会因为诅咒生亡 原来男主在多年前因为数钱喝酒 导致了马丁父亲的死亡 所以男主接近马丁只是为了弥补内心的愧疚 然而男主却认为马丁疯了 又是将他赶了出去 不过令人诧异的是 儿子出现了马丁所说的症状 双腿瘫痪 不愿进食 眼睛出血 但是医院这边仍旧查不出任何原因 接着诅咒也在女儿身上开始应验了 一家人当即陷入了恐慌 被逼无奈的男主将马丁绑起来给打了一顿 但是马丁仍旧不屈服 还威胁自己死了 男主全家都在遭殃 事情的走向开始越来越奇怪 妻子和孩子为了保命 开始不断讨好男主 儿子剪掉了后勤讨厌的假抱 而妻子在床上开始不停地讨好男主 并且表示孩子没了可以再生一个 而女儿则开始失意苦肉气 来博取男主的同情 此时儿子已经进入了死亡的最后阶段 面对着死亡的威胁 男主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做出决定 最后他将一家人倒了起来 原地转圈随即开枪 最后儿子不幸中枪生亡了 故事的最后 男主一家人在餐厅和马丁再次相遇 此时他们彼此再也互不相见 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 看完喵妹小问一句 如果你是男主 你会怎么办呢 好了 今天妹妹就说到这里啦 关注头像或微信搜索 让妹说电影 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电影资讯 爱你哟 那么大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